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怎么都是上海出来的种 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律 上海人没有什么特别不好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 也不能因为一些事情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 上海不好 想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上海成立的 无产阶级的根据地义也是上海 所以体育上有些人才 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 最近又受教育了 最近真是 好像刚学起回来 第一个四脑区就是在上海浦东 这就是中国的国策 对对对 觉悟真高 现在我们出来学习一下 先进性典范了 回来有点接不上茬 我觉得 主要是我们的背景 先进性代表 高大上 对对 这样的背景化 我们讲话要有觉悟 对咱们是三人行 但是最近体育界的这个新闻啊 也可以构成一个三人行 但是呢 是有点渐行渐远的那个行 你可以看看是哪仨人 你讲 姚明 李娜 李娜怀孕了 是 而且还准备做厨娘 现在就是说表示对做菜非常有兴趣 最感觉让人家这个 感受比较复杂的就是刘翔 你看他这表情 也显示出比较困难 对吧 你再看 这个 李就是刘翔的太太 咱们也曾经专门议论过 好像叫葛优是吧 葛天 我老觉得他跟葛优有点什么关系 然后你说这帮八卦的这帮人呢 就开始理解人家夫妻关系 你知道吗 是吗 你再看 就说人家是给大家找手 说 人家结了婚 这帮八卦的就说 这俩半年老不在一块 你弄得人家还要声明 我觉得在世界上都要这样 就是要声明 我们夫妻俩在一块 我们是住在一块 那边群众还不答应说 你们俩同在北京 那天晚上就没见你们俩住一块 哎 你这是怎么回事 哎 有一个什么场合 包括葛天拍了个电影 刘翔你可没去宣传发布会 你还说你没问题 哎 就是今天的八卦社会 要到你本人呢 要去辩解 我跟我老婆一块睡的 我跟我老婆一块睡 大家才能干净 到时候还要姐姐 睡了以后还怎么样 对对对 睡了之后呢 你孩子呢 孩子呢 怎么还没有呢 你看 要说李娜给全国人民 是有交代了 对吧 就很快 其实还可以不断的问一下 你们两个那天 的确是进了同一间房了 但谁能保证 你们睡同一张床吗 你证明给咱们看看 人民不答应呢 对吧 这都还能继续讲下去 你说是吧 八卦媒体 它有点公审的性质 你觉不觉得 但是好像是 你有明星 你有义务 要向我们交代 对吧 从善良的角度 大家关心嘛 就大家热爱嘛 热爱的关心嘛 没有 其实是这样 其实不只是议论 这些明星 所有公众人物 在中国 都会被这么议论 但不只是八卦媒体议论 网民也是这么议论 对啊 但我觉得这是什么呢 人本来有这种天性 只是我们中国 13亿人呢 把所有我们这种热情 都集中在这种人身上 因为你谈政治不好说嘛 政治人物不好议论 比方美国 他们就议论 希拉里那天怎么样 我们这个 这种话不好讲 我们只能讲 外国政要 跟中国的娱乐明星 所以都往他们身上招呼 特别集中 中国的娱乐明星 他这个肩上 承担的任务很重 很重啊 是吧 你这个贪官 这得是这个正式抓出来 咱们才可以 我们才好说嘛 随意说 对吧 而且好像也即便正式 抓出来的贪官 我也没听说过狗仔队 有拍这个贪官 和他们家属的 对 没有 对吧 好像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可能不可以 对不对 可能得有关部门 发放消息 对 然后他上央视 只有一个媒体 那他当然不是狗仔媒体 那就央视 他上央视 坦白交代 对不对 这不能叫八卦吧 央视也是偶然出手 也不会个个都管 对不对 大能管得了那么宽 咱们先管管刘翔吧 对 就是 你我觉得也是 有一句话呀 叫公道自在人心 可是 你现在觉得 很有意思的一点 是什么呢 我现在开始琢磨人 讲话的状态 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就任何一件事 所谓的舆论 这个舆论出自谁的口 它为什么会构成一种舆论 比如说 真的你去做问卷调查 你会发现 公理自在人心 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 还是认为 刘翔甭管怎么着 人家是创纪录的 对吧 为什么要这么难为人家 为什么要让人家 老骂人家 等等 还是这个意思 真正说 刘翔装蒜 或者刘翔讨厌 刘翔退赛 有毛腻 等等这些事的 你去看真正的调查 连10%都不到 好 可是呢 人们都在说谴责别人 但是这个人是谁 我脑子闹不清楚 就是他如果是少数 但是他为什么拥有了多数的一个舆论效应 比如说都在说 刘翔人家拿了30多个冠军 为什么大家老是盯着他 老是骂他 老是什么的 可是问题我觉得 被骂的这个 又是谁制造出来的声音呢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互联网里面的一个规律 早就看到了 比如说从当年还没有微信 更没有微信 没有微博的时候 最早不是新闻上的论坛上的留言吗 当时比如说做新浪做网易的那些人 就已经发现到一个规律 就比如说那个新闻 比方说很热 一天内有一百万人看了这条新闻 留言跟帖的人呢 大概只有一千人 一千多个人 而这一千多人也就是说只占了 可能十万分之一 或者百万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比例 但是问题是假如我们啊 平常我们旁边的人去看 我们说你看网民都在骂 其实骂的人就只剩那少数 也就是说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说那些想要骂刘翔的人 或者想要骂某件事的人 或者言论上面特别激进的人 他是特别有情绪的人 特别有情绪的人 他会特别想说话 那么这些人显现出来呢 就变成了占领了所有的舆论空间 所以今天呢你要是被骂 为什么你不用担心 因为骂你的人只是少数人 而那些大部分觉得你不该骂的人呢 其实他们在旁边他不吭声 他为什么不吭声 他没那个冲动 因为骂人是讲冲动 不骂人的人反而没冲动 你懂我意思吗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总说什么事 出来在中国网上骂声一片 那些会骂的人是比较有冲动的人 我同意你一半 我同意你一半就是说 一千个留言的 不能代表十万个看的人 但我又觉得 这一千个留言又说明一些问题 他总是说明这个事情发生了 这也是 相当部分人 因为人一百个人看了 有五个人冲动到去留言 这不是正好这五个人极端 他也反映了这一百个人里边的一种情绪 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有看到有一些消息 有一些新闻 你看他有一些调控 他的那个留言 你一上去看 前面的若干条 完全是一个调子 都是一样 坚决赞成 用户万岁 这样的话呢 我想他是起到了一个 舆情调控的作用 他就是像你说的 要避免少数人极端的情绪 影响了大众对一个事情的看法 但是当这样做的时候 他也失去了一个东西 就是了解民意的一个渠道 而且那叫网络评审员的工作 从古至今 这个这个管事的人都要采封 我们今天这个最高端的那个采封啊 时经就是啊 对 如果我们用一些 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意见 把这些少数错误的路线意见给填掉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得不偿失 所以我觉得 这是网民的反应 还是有他的道理 不但有道理 而且我就觉得 所有人的意见加起来 其实也像是一个大脑 就是你发现没有 一个大脑啊 整个互联网也像是个人类大脑的一个象征 它是一个大脑 因为你看见一件事 咱就说啊 你的判断是平衡的 你看见一件事 你的感受本身就是复杂的 比方说 要叫我看刘翔 他有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台海抒情了 或者有没有点戏过呀 可能我有这个感受 但是我是个有平衡感的人 我会在我脑子里把这几件事啊 掂量掂量 他的贡献是主要的 你个人对他的某种观感的这个好恶 这根本不值一提 于是我会做出一个正确的 相对正确平衡的判断 但是为什么我又能理解任何一个骂大街的呢 因为他骂的 可能就是我脑子里那种负面的 涌动过的情绪 他没有遮掩 特别就是我们在伦敦 我们带着期待 我们看他跑的那一刹那的那种 那种失望的情绪 对 那些极端的人替我们表达了 对对 所以他也是我大脑里的一部分 我能理解 所以我就还想问问徐老师呢 你说哎 为什么老跟刘翔为难 比方说姚明 咱就说这三个人 在世界上都是为所谓为中国人做出他的贡献的啊 姚明 李娜和刘翔 为什么刘翔这么困难 不 李娜也常招骂 不同 我觉得还真不同 李娜也是另一种 对 李娜那种啊 他还是属于大家觉得他有点 先设国家问题 他有点狂 他有点硬 是不是不爱国啊 他有性格 这是那种争议 跟刘翔这个不太一样 一个一个说 姚明呢 没有明显的缺点 他唯一的中国人 如果一定要对他不满的话 他出名是靠美国 靠MBA 嗯 就是靠美职联 他不是在中国 他也不是世界比赛 对不对 但是姚明本身从形象到行为 没有什么可以被人指示 也有的 有件事大家现在忘了 记不记得那一年 好 你要挑事 哎 我来挑事 单观 我这一集充当人民群众的角色 记不记得那一年 美国不是新奥尔良风灾吗 他也捐钱吗 当时就被中国网民骂 就说他捐给新奥尔良的那个钱 比他捐给汶川地震的钱还多 那后来姚明也要出来澄清 没这回事 说我就捐了一点 其实还是捐给中国的多 但网民不依不饶 继续说他给美国捐了多少钱 怎么这么不爱国 怎么样 但是呢 的确有很多人 也以为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意见 即便是姚明 有很多人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不就是在美国打球吗 你你你挣的什么光 你也没有为国争光啊 等等很多人是这样看 他是国家篮球队的 但是这个情况呢 慢慢慢慢转过来 你看到最后大部分人都认为 不管怎么样 姚明还是中国人那个光荣 对吧 以至于姚明退役以后 广告价值不减 对 公共汽车啊 墙上啊 到处是姚明 跟他不相关的 我现在发现 学英文啊 什么什么 全是姚明 我现在发现 他们这个退役啊 运动员这个退啊 还真是不简单的 我今天看他这个报道 原来你退了 你的团队还得养着呢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这个人 你可不能掉下去 那一个团队 他还得养着 这家伙真不容易啊 我就有认识的人 是专门帮姚明 做做这种生意的 就是专门是帮他 经营business 那这些人 就对他的形象的设计 对他的 包括他退役以后 他怎么样 发挥余热 对不对 这个整个这个 一直在起作用 李娜呢 李娜 广告之后再见 说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 我听到的 唯一对姚明不满 那是一个台湾人 他去现场看了比赛 然后他看到 全场的美国人 在叫姚明 姚明 他就在旁边说 真是姚明 姚明 姚明 李娜呢 主要被人争议的是言论 他说话 他打球没有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 他个人代表 但他说了什么 不是为中国 为个人 对 然后他还有中国的 很多人不会看球 在这里叫 然后他叫他们 shut up 对不对 用英文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这个 很多人争论 引起争论 但是 李娜的功劳很大 因为网球 这个世界性的运动 那刘翔的功劳不大 你让我一个一个说 网球这么一个 世界性的大运动 因为李娜的关系 央视就接连的转播 后来奥网 这些 就使得中国的大众 有机会看到世界一流的网球赛 李娜本身取得的奖杯的意义 是中国的小众吧 你觉得网球在中国达到大众的程度 我觉得越来越流行 但是他像奥网那个时候连续的十几天 央视这么长时间 他对于无数青少年心中的这个无形当中的影响 过若干年以后 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最早的梦想就是他 NBA也是这样 他就点燃了很多原来不好篮球的人 因为这个就好上了 对对 因为姚明那个时候就把火箭队当国家队了 火箭队每个人都认识 其实呢 你说三个人退役 我个人觉得损失最大 最叫我感慨的是刘翔 因为刘翔 他一退役 有的人在说 中国又要告别这个国际的田径厂啊 要几十年啊 我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伤心 我们当初都对刘翔说过一些不客气的话 说实在话 因为刘翔有些表演 表演是直接的 有图有真相 所以引起很多人 什么叫有图有真相 他不是一个言论啊 你李娜是说的一句话 等你看到的它是一个字啊 你明白吗 刘翔 刘翔 他是一个 他活生生的一个表演 而这个表演是在我们情绪非常激愤 非常失望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的表演 你对这个表演的解读 直接影响到你的情绪 对不对 当时在奥运场上的 这么一瞬间 你可以非常同情 你可以觉得 没有我还是 那照你这么说 他怎么着好呢 他要不是一蹦一蹦到终点 他就是那么倒了 被抬下去就好些吗 比较自然 一般来说 没有没有 因为当年他也是直接退出 就被人骂 说你应该蹦到终点 对 反正各种都会有人讲的 没关系你继续说吧 然后呢 不管怎么样 我承认我当时对他的 这个图像什么东西 我是觉得不满意 但是你今天冷静回过来来想 这个好悲观啊 就好像中国人 是不是说中国人 东亚人这种体制 这种体制 在人类的最基本检验体制的运动上 是不行的呢 这是除非有例外才可以呢 这个叫人就是fustrated 就是你想到这一条 你就会 对 就是刘翔 朱建华 这种都是一个特别的例外 就是一个不是正常的情况 而正常的情况 好像连中国田连都没有任何的方法 说我们今后还有什么人 什么运动 我们可以出什么什么 以前有个田家军 这就是 总之中国人在田径场上 要是刘翔的退育 接下来又是 不是一片空白的话 不是薛老师 好悲观 不是你悲观什么 你也得看到啊 这个体育 这个竞赛 这个田径 这是人家的游戏啊 真正我们开始玩 也就不到一百年吧 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有很深的 很多的这个原因 那足球呢 不是说起源于中国吗 醋局啊 你要是玩高球的玩法 我觉得巴西不是个 对吧 你问题你是用了人家的玩法 人家的讲究 现在体育项目还真都是这样 甚至你们还经常说呀 文化是人家的玩法 但是很多非洲的运动员玩的时间更短 对不对 可是他们跑得那么好 然后而且还有你回过 这不需要一百年两百年的历史积累 这个跟哪个国家发明没关系 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现代运动的游戏规则都是英国定的 你不见得英国现在足球比人好 不见得英国乒乓球比中国强 乒乓球呢 你想想看乒乓球是我们的国际 对 但是这个东西是英国人 我们也发了没多久啊 你记得那年我们去伦敦的时候 满街的英国人看到中国就说来来来打乒乓 然后全给打的落花流水 你刘翔自己都没想到 你知道刘翔这个回忆 他当年就是第一次拿到这个冠军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说打进决赛 他就完成任务了 就踏实了 他就说我跑起来之后 他说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我旁边没人了 你想这个中国人第一次 他说我这周围没人 这怎么可能 然后他说我根本不敢分心 就是我生怕破坏了这个节奏 我就一门心思 准确的说 他冲了线 他才知道他是第一 而且他第一次拿到那个金牌的时候 对记者在镜头前的那个表现 这是最灿烂的一刻 记得吧 那个时候真像一个保衛 就像一个男孩一样 他根本没有那些正规的什么感谢谁 什么什么什么荣誉 什么什么 他就是一个个人的性格 包括人家喜欢刘翔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仅是因为金牌 但是他后来自个儿反思 他也觉得连当年那几次连胜啊 他也有点狂 有点这个得意忘形 就是他自己有这个感觉 但是你比如说 那是他可爱的地方 对 就是说这个 博尔特不是更狂吗 大家多喜欢博尔特 他就说到底 他不狂还不行 不是他说的这个狂啊 实际上他觉得直接就跟他这个什么 阿卡留斯之种啊 这个脚伤有关系 是吗 就是什么回事 跟训练强度有关系 就是他认为 其实他现在自己反思啊 如果当时他能够悠着点 也许他的脚啊 不会伤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当时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嘛 他认为自己能够跑得更快 那么于是呢 他就在训练上加码 训练上加码 他认为他的脚是不会出事的 他就对自己的这个伤啊 太有自信心了 觉得绝不会出大事 所以就自己维持一个很高的训练强度 你这么说不是证明了 子彤讲那个悲观吗 就表示说我们的体制 是不是就是不能够这么干啊 就硬干还就伤啊 我跟你说 你还不是说 这仨退下来 可都不是自己要退下来的 都是无奈退下来的 姚明是伤 李娜是自己决定的 姚明是伤 好像李娜也是有什么伤 李娜还可以打的 但是他是 他想在高峰的时候 对 就是就是最好的时候 钱也够了嘛 对不对 钱也够了嘛 就是都是 照你们这理论 都是属于 黄种人 已经拼到了伤损的程度 但是 不成了 不不不不 退下来了 网球是有希望 网球他对于身体的身体对网球的限制没有那么大 以前张德北也行 将来我觉得李娜的后继者啊 就是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多了以后 网球这个运动的社会效益高了以后 我觉得有 咱们只能说 前进是最教人 现在咱们只能 然后就像羽毛球嘛 对 对吧 羽毛球跟网球其实有些基本东西很类似 以后网球就是暂时是指望这个李娜肚子里的这个 像事情 网告之后见 所以今天就有人问 就说 哎 不管是喜欢刘翔还是不喜欢刘翔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就是你能说得出来吗 他 他是对 他退赛了 但是 也不是他自己想退的呀 那 那如果一定 我首先想说 我 我对他的喜爱 对他的尊敬 他的功劳 远远超过于 中间对他的不满 即便是对他不满也是因为我们对他期望 太高了 太高了 这个是一定要强调的 至于你说一定是为什么他那个东西呢 主要是搞不清楚 你知道我们不清楚 不清楚他是身体真不行了 还是 是上面给他有这样的安排 就是说 还是说是 某一种表演 就是说 你怎么样也要有个交代 就是就是这几种东西我们不清楚 不透明 一直到后来都不清楚 其实 所以这个什么东西 你一不 其实任何一个原因 如果彻底坚持这一个道理 我们都理解 比方说你说是他身体不行了 或者你说是他是心情 他这个浪漫的文青 虽然实在不行了 但是他还想做一个演出 对 或者是组织上的安排 策略上 我给你 都行 但是问题是始终没有交代 这个 所以他们现在也有人说 说是虽然他们这个退了役 自己的团队也得养 对吧 但是刘翔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团队 也只是怀疑 就是说 他是中国田馆中心的 他的很多事情 是中国田馆中心 这就是他 代管代办的 那么 你要说他有他的团队 那么他这个团队 有人就说 说比如说跟姚明比起来 姚明每一次动手术 或者伤到什么情况 或者什么 这是感觉是个有章法的一个透明度 但是呢 刘翔的这两次退赛 在赛前 都是我们猜测 其实我也觉得 假如你就原原本本的 不也是 不可 大家也会很关注吗 他的伤情怎么样 能不能参赛 如果一直这样 在缓示人们的压力 是不是会好一些 但那不可能 文韬 这就 说到一个最难听的话 这就是公司的分别 你姚明那个 就完全是职业化的 是个私人企业 很灵活的来运作 他比较能够及时回应 到底人民在想什么 百姓在想什么 市场在想什么 但刘翔不一样 他是个公家部门的人 他是一个官僚体制 底下来管理的人 那个体制 他有他自己的逻辑 他的逻辑 可能就不是这个逻辑 但我回头想 我想说就是三个人退役 我觉得三个 在我心目中以后的记忆 都是很了不起 很伟大的 就为什么 我觉得对于这种 优秀的运动员 我这方面 我相信希腊人 那个讲法 他们的主要的目的 就追求卓越 我不是看中 他们三个 是不是中国光荣 什么 就是作为运动员本身 他们三个了不起 我很佩服 登上世界的顶峰 而且这个就像什么 我们见过很多运动员 都有些很不堪的往事 比如说像我很喜欢 一个NBA球星 艾弗逊 现在跌得很惨 然后浑身 这个纹身 球打得非常漂亮 四人生活 很多问题 其实六人对 对 但是我永远记得 他是那个 那个矮个子 能够细耍乔丹的那个人 我看过很多运动员 后来很不堪 比如说一些 很好的足球明星 酗酒 穷得一塌糊涂 然后最后要人照顾 那个勇王 美国那个勇王 后来交通 开车 出了很多事情 但是你把他定位 成一个运动员的时候 他我们就会原谅他 他当然作为人 不值得原谅 但作为一个运动员 他曾经达到过那样的地方 有的人一辈子 有的人一辈子的高潮 是早出现的 他人生的高潮 而且呢 其实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 是不是不必过于强调 什么黄种人呢 运动员呢 这其实没什么意思 还有历史的原众 这个人终于拿了保护第一名 谢谢